这没关系 没关系 这种小范围的我都懒得用药了 然后这个是情歌 情歌不行 情歌德州的话有推荐的 说是比较耐乐 也比较持久 但我看下来还不如我这几款 入本乐集 一切希望是美国乐集 然后这一款 但情歌在30摄氏度左右都还行 毕竟我们现在是40摄氏度左右 这个是我说它唯一的暗夜星光指 暗夜星光指是一般买车的时候 车漆的颜色 我觉得挺像的 很多人说生子是很多 什么什么样 不一样 指的发亮的 不一样 这款叫什么呢 这款叫海潮之声 美国品种 首饰盒 首饰盒也是非常的耐开 这个摊了 摊了我觉得也有摊的样子 挺好 没摊之前 非常美 它原来是这种包在那里的感觉 非常美 摊都已经摊了一个礼拜了 然后它的花比较大 它孕育周期也挺长的 所以导致它后面的花还没开出来 这个也是很多的牙签苗来的 现在行都还不是很好 这个都再去换盆了 更大的盆再去做修剪了 凉快一点 阴影轻音 阴影轻音还行呢 花我特别喜欢这个蕾丝 它基因里面肯定有一些核本的基因在里面 有点下垂啊 因为我早上起来 有太阳的时候我就浇水了 没太阳不浇水 有太阳我就浇水 所以现在是早上还很早 但是很炎热 我都已经浇过水 而且这也能看出 你看我的花上全部都是直接冲淋上去的 都是有水的 这个美国品种啊 这个月光石啊 月光石是有故事的 当年我去那个苗圃的时候 看到所有的月光石都是白粉病 害得我没敢买 但是我是低估了我自己的能力了 实际上只要我种出来 其实还好 我发现它没得过白粉病 因为苗圃它都是早晚在浇水 工人不来管你的啊 没太阳的时候就 反正它来上班就浇水 下班前就在浇水是吧 所以没有阳光的时候 浇水很容易白粉病 特别是在秋天和早春啊 这个花真的就是夏天看这么大 比我拳头大 它的夏天根本就没有变小 然后颜色 反正颜色不用多说 这就是大家喜欢的 和龙沙一样的那种韵味的 这个红色的不知道品种 到时候我对比一下 有些是买来我就不知道品种的 没办法 然后这边看一下 这边因为有几个品种啊 这一款 这一款是 就是颜色是很奇怪的一款花 可可洛克啊 可可洛克 现在大家看可能不相信啊 这它就是可可洛克的下花的样子啊 很筋开 只要不缺水就很筋开啊 它这几朵花已经开了很久了 可可洛克大家看到的颜色一般都是这个颜色 春天是这个颜色 它这朵花可能是下面有点遮阳 所以它还呈现出一个春天 类似于春天的那种古铜色啊 但实际上它在天乐阳光猛烈的情况下 它变成了一个淡紫色 我非常喜欢它夏天的颜色反倒 而且它这种卷边卷起来也 也很美 关键是持久啊 这个花已经就这么暴晒 我都没遮阳 已经持久 已经两个星期了 嗯 然后这一朵很漂亮的是海王星啊 包括这个枝头也是海王星的啊 这都在孕育了 这个枝头是另外一颗的 这个枝头是海王星的啊 有点交叉放太挤了 这个花啊 这一朵花我都已经观察了三天了 就这个状态已经保持了三天了 在这么热炎热的情况下啊 当然一切前提是不缺水啊 可可洛可我之前以为它的那个花期很短啊 我我我错怪它了 实际上是就是即便是我这么多花盆放在这里 同样的规律去浇水 但是我发现就是有些 有几盆也是浇不到水啊 或者浇到的少一点 这个都要自己去观察的 马上呈现出来的状态就不同的 当时我错怪它就是它因为在一个浇水相对少一点的位置 结果半天就结束了 我这一波花起来以后 我就这一波花大家都知道的是吧 看天区预报 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其实很多城市都很炎热 不要说洛杉矶了 哪怕是国内是吧 台湾是吧 都热的 可可洛克好多根都在上面的 你看到没有 可可洛克我当时提根种的嘛 这个相当于 表层的那些肥土被我冲掉了 所以这种种都没关系的 这些都是都是可以不拘小节的啊 但是我说的水 我说的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两天很多会员都在那个 其实发我照片都是缺水啊 即便是我的会员 就绝对相信我说的 但他还是做不到 不是因为他不相信我 而是他说就有几个我强烈的 是吧 就是督处牢的那种 然后十几天马上就反应不一样了 马上就看到不同的变化了 然后他跟我说 哎呀老何啊 原来我知道要多浇水 我没想到要多到这个程度啊 简直是水牛啊 大水牛啊 我说是的 我说月季这个东西 你要种死很难的 干也干不死其实 只要不是又黑斑又干旱 它就休眠嘛 但是你要种好不让它休眠 这夏天也是就是浇水的努力 是吧 那我这个就是说难也不难 但是说说难也难 难就难在浇水 是吧 我我毕竟是天天在家浇水的嘛 啊 所以而且我还有自动系统 是吧 当然我这两天还都是手动浇 那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出来就是 哪怕再演了我戴上帽子 是吧 这个第一串开起来的 有点焦了 闪了 这个是很漂亮的 这个应该是叫中国娃娃 对 对 是中国娃娃 这个 这个这一棚真的 我我都 觉得它的那个状态超过冰山了 这个是夏天孕育的状态啊 通过的精修 当时刚来的时候 它是一直堵秀的 我我现在知道为什么 它起名叫中国娃娃 有没有发现 它总喜欢这么一个球一个球的开 很像那个 哦 过年那个福娃娃那个 那个 哎 那个头饰 对 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子的 哎 福娃的那个 女娃里面的头饰 是吧 那夏天的冰山是这样的嘛 当然这个已经快开结束了 然后那个双色的 双色价格的啊 是今年刚买的 我们再去看一下我的那个老的冰山 老的冰山是这个状态的 嗯 这个状态还不错啊 所以苗总是种的越老越好的啊 会会状态越棒的 这这两颗月收是那个奥利维亚啊 奥斯丁的啊 这这个确实啊 呃 说句公允的话 就奥斯丁他说 奥利维亚是又 金开 琴开 又又香什么的 是吧 花旗叶酒 对奥利维亚对奥斯丁的其他品种里面比 确实 确实还可以啊 也适合在南方了 但是我和其他的话去比啊 它还是容易交边 是吧 容易闪 是吧 这些毛病还是有的 因为这开了还没几天 但至少至少能给我呈现出一个 是吧 大体的整体状态 至少能呈现出来 很多话我再怎么努力 它呈现不出来啊 特别是奥斯丁的啊 但是奥斯丁基本上你在英国这些地方种 因为它的老家就是英国嘛 都是没有问题的 你的纬度是吧 你北面一点都没有问题了 啊 毕竟我们这太极端了嘛 啊 现在才八点多 已经晒的我出汗了 而且是在这样有点滋润的情况下 我还能出点汗啊 过海中午就是又热又出不了汗那种 直接出来晒干了 啊 然后就是很多人说 那你这么炎热你才要这么浇水 不是的 现在事实证明就是 全世界各地的信息 它是会汇总给我的 北方都一样的 啊 加拿大我这里其实观众很少 你不管是台湾也好 不管是加拿大也好 不管是那个就赤道附近也好 其实用我的方法都是可以种的 因为观察方法是一样的 土的表面就整个白天 确保土的表面是湿润的 是吧 浇的水几次 那你自己不同啊 我这里可能 我这两天要浇到五六次七八次啊 是吧 每次的多少也不一样 你至少有两次要浇透嘛 是吧 后面你维持一下可以少一点嘛 确保表面的湿润 那有些地方你相对寒冷一点 凉爽一点 那你一天两次也就能保持一天的湿润了嘛 是吧 那到了半晚的时候 正好半干不湿 那减少一些病虫害 是吧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按我的浇水方法 长青苔 长蘑菇 那就对了啊 不要觉得哎呀 我长青苔了怎么办 哎呀 我长蘑菇了怎么办 我给大家看看我长青苔的 前两天有长蘑菇的 我没拍到啊 蘑菇寿命短啊 天气炎热还是 已经消散了 给大家看看青苔 看这个就是青苔啊 呵呵呵 这个是什么 新婚新养啊 新养 这修剪掉了啊 很好看啊 好 那我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吧 再看看这边有几棵我自己签插的啊 这个都是超市买的 鲜切花 插火的 你看开着紫色的花 啊 啊 前两天看着我换盆的 啊 这几盆 是吧 是 但凡是看过之前 这个也就一个多礼拜前的 换盆的吧 是吧 都花包出来了 这个都是扦插以后我都懒得时间 没时间换 顶着列日换了以后 马上好好教学 马上就不一样的状态了 啊 所以我一直在 我一直要在用自己家的事实在说话 旋转木马 旋转木马上一批花大家见过的嘛 你看这一批又开了 是吧 这是夏天不休眠嘛 啊 那现在开完了就开完了 开完了就正常花后修剪 所以我说我送花它没有秋剪的概念 是吧 啥春剪秋剪 是吧 一直在开花开完就修剪 是吧 然后也没有说花后 要怎么样给水肥的概念 是吧 没有修剪后要怎么怎么样 就正常的呀 因为水就按水的交法 肥就按肥的给法 是吧 圆一篇2014 圆一篇208 这和它的是秋天还是夏天 我觉得没有关系的嘛 这也就是我中华简单的地方嘛 然后那个冬剪是有点不同的 但是我冬剪的视频反正以前也有 那今年冬剪我也会继续出的 那我会着重强调一点 比如说北方应该怎么样 是吧 那台湾这些地方 那你就学我 因为我这里你看 看我这个胖曲树啊 香蕉树啊 是吧 我这里和台湾几乎一样的 不一样就是因为潮湿 整个湿度有点不一样啊 好 那就先这样 拜拜 我这里和一种两句 哪个人都会建训 我三个人都会